我們今天很高興還是拜託李博章醫師來押症一下 我們正式比較清楚 那我們就開始 關於死刑犯器官捐贈移植的一些問題 那我先介紹一些法律上面相關的規定 然後接下來會有那個 秉絕幫我們介紹就是 像我們上次有提到說打心臟移植其他那個器官的話 這樣到底符不符合醫學倫理 那秉絕會幫我們做這方面的介紹 那接下來最後是幫我們介紹就是 關於法律上面有規定 活體捐贈從三等輕放寬到五等輕 那關於這方面到底 在醫學論理上面的考量是怎麼樣 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報告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關於死刑犯捐贈器官在法律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先看一下死刑犯到底有沒有自主的權利 那憲法是規定呢 人民身體的自由應與保障 然後有居住啊遷徙等等的自由 然後也有 請願宿願訴訟選舉等 等那個行使這些權利的那個權利啊 那 我們看一下 那像第15條也有規定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應與保障啊 那比較重要是在第23條 那以上列舉這些自由的權利除了 除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及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須者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呢 也就是說 這邊第一個我覺得有點比較奇怪的是 就是他有保障那個人民的生存權啊 那可是 生存權被限制好像有點奇怪 因為死刑就是剝奪生存權的嘛 所以 這個國際上面人權組織也有在討論死刑的存費問題啊 那這是 這是 額外話 那第二個就是 法律指剝奪人身自由及相關的權利 這些相關的權利是指 可能是他的 清洗權或者那個投票權之類的 並沒有規定 就是 那個 並沒有規定法律可以剝奪那個死刑犯的自主權啊 所以 死刑犯還是有權力決定他要不要捐贈器官 那在 捐贈器官相關的法律規定上面呢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執行死刑的規則 在第二條有規定 如果受刑犯如果願意捐贈器官的話 他應簽署那個捐贈器官同意書 那如有配偶及三等親以內的寫親者 應其中一人的書面同意才可以 那個進行器官捐贈 這是為了防止那個監索及醫院強迫那個受刑人做器官捐贈 那在第三條他又有特別規定 黃色字那邊 對捐贈器官是受刑人檢察官的 命改踩射擊頭部之執行死刑方式 就是可以 像如果要捐贈那個 因為本來是打心臟啊 這樣就可以 這樣子改打頭部就可以 把心臟捐出來 那在第四條的話 在執行死刑前要那個 進行麻醉啊 那這個麻醉就會造成 之後腦死判定的 困難 那因為麻藥會影響中樞神經啊 那一般要等到24小時後 等到麻藥退了才能 比較精確來進行腦死判定這樣子 然後第五條呢是規定 執行槍斃或藥劑注射20分鐘後就可以由檢察官會同法醫師及醫師 來判定死亡這樣子 那 經判定死亡完病之後就可以那個 移送到那個醫院去摘取器官 進行器官捐證這樣子 那這是最新的條文修訂啊 這邊就 他們有 規定一定要進行腦死判定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關於第五條的 第五 因為第五條他有一支修正 一開始 執行死亡條例第五條他是規定 執行槍斃後要先進行腦死判定 然後再移到 那個 那個 移送到醫院之後再進行第2次腦死判定才能摘取器官啊 那在八十年的時候修訂為 執行槍斃後經腦死 腦死判定之後移至那個醫院就可以直接摘取器官這樣子 那到最新的修那個最新的法律修訂是修訂為 就是直接進行死亡判定就可以 那個移送到醫院那個摘取器官啊 那當初這個法律 法律修訂的理由是說 他們認為腦死判定的程序是針對一般病患 求其生不可的情形而制定的 目的是為了保護病人 避免在未死亡前就被摘取器官這樣子 但是死刑犯是國家執行公權力啊 目的是求其死啊 他這兩者的目的其實是南遠北側 所以他們 覺得死刑犯並不適用於腦死判定這個 這個程序這樣 那 我這邊是找到三個有關於死刑犯的 然後那個器官捐贈的條例啊 那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嘛 執行死亡條例裡面他寫說經判定死亡之後就可以 摘取器官啦 可是第二個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在 檢察官辦理捐贈人體器官 實體相驗的 這方面呢 他是關於非病死或 可疑為非病死的器官捐贈者 經醫療機構醫行政院 衛生署公告之腦死判定程序 判定腦死後 才能 做器官捐贈 那我覺得這邊好像跟 其他的規定有點 矛盾就是他規定的比較嚴 這邊我覺得有點奇怪這樣 然後在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呢 他是規定 醫師至屍體摘取器官進行移植手術後 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診治醫師判定死亡之後為之 那他這邊也是沒有硬性規定要腦死判定啊 所以就變成說 當初在修訂執行死亡條例的時候就是想說可以利用這條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這個條例來 來 怎麼講 來逃過 腦死判定這個爭議吧 這是當初修法的那個 經過這樣 那最後呢 只是總結一下剛剛講的啊 死刑犯有捐贈器官的意願就是因簽署器官簽那個 捐贈同意書然後配偶 有配偶或者有三等以內的險經就是也要經過他們書面同意這樣 這樣是保障死刑犯的 自主權 讓他們自己能真的去決定 他們要不要去捐器官這樣子 那 第二個就是 關於那個 受刑人在受刑後 要不要經過腦死判定呢 我們當初討論是 站在 我們覺得我們 就算 監理所那 監守那邊不執行腦死判定 我們覺得到醫院我們要自己進行一次腦死判定 這樣會 比較符合 醫學倫理這樣子 可是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因為 第一個麻牙會影響腦死判定啊 第二個如果等待太久器官也會受 像上次 龍總就是有一個 就是也是槍 就是 死刑犯他槍擊後說要捐贈器官 可是送來發現還沒有死 又回去補一槍 結果回來那些器官就 已經沒有辦法再捐贈 這樣子 對 這是 這是 這是對 腦死判定可能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就是 國際人權組織是鼓吹死刑的廢除啊 然後 再加上 死刑犯在死亡判定上就是如果要腦死判定的話是非常困難 所以 我們應該要盡量鼓勵民眾捐贈器官 不過我們會 我們會想要從死刑犯拿器官也是因為國內捐贈風氣 不夠那個 不夠盛行啊 所以這是 不得已的辦法這樣 然後才會衍生出這些問題 還有倫理上面的問題 這樣 那又 我們 有人說我們上次好像 討論有提 有同學提到就是 就乾脆放棄心臟捐贈啊 就直接打心臟 然後就 進行 那個 死亡判定然後再捐贈其他器官 這樣子 這是我大概的報告 這樣 那不知道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覺得 腦死判定這個東西 基本上我是蠻 蠻贊成就是死刑犯在絕對器官要執行腦死判定啦 可是因為 腦死判定他要先觀察12個小時再執行第1次腦死判定 然後再 等4個小時再執行第2次 然後才能確定腦死判定啦 所以 我覺得這在執行上真的是有點困啦 你明確幫我們報告這樣 那今天要講就是 就是死刑犯器官捐贈的 醫學倫理的 這方面的思考 下一張 那先來看這一張啊 這一張大家應該不陌生啦 就是 我們這個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上面規定的這個腦死判定的這個資格 還有人員 那 看最後下面那一項 就是很重要就是 兩次腦死判定的這個間隔啊 是要至少4個小時 好下一張 那現在 死刑犯他器官捐贈的這個法規上面啦 那剛有提到的 康康有提到的就是 在執行死刑規則 這個法務部啊 然後在80年修正啦 然後是說 在 死刑犯槍決之後啊 超過20分鐘 然後就可以 摘取器官 但是 如果說剛才 這個 這個法規上面的優越性啊 大概就是所謂的法律啊 就所謂的 譬如說 什麼法案啊 這什麼法 然後他的 這個 法學上面優越性啊 一定就是法律大於條例大於規則 那剛才我們知道在 在人體 器官移植條例上面啊 規定是說 腦死判定 是需要 兩次 然後期間 至少要4個小時 好但是 剛才法務部 所做的死刑 這個 死刑的這個 執行規則裡面啊 卻只要等到20分鐘之後 就可以 把死刑犯的這個 呃 器官啊 就可以拿來 做移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執行死刑的這個規則啊 事實上已經與這個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已經是相抵觸 好 所以 所以在法學上面呢 這個 執行死刑規則 實在是 蠻有問題的 所以 從法學優越性來講的話 那他應該是沒有法源 法源效力的 下一張 那 剛才就是有提到啊 就是 這個 那個死刑犯 他到底有沒有死啊 那目前台灣 就是 死刑犯到底有沒有死啊 是檢察官來認定的 而且 好像 呃 查到的是 好像沒有醫師判定啦 因為 死刑犯他在法律上 他就是一定要死啊 所以經過 槍決之後啊 然後檢察官就會 給他 這個 就開個這個死亡證明書啊 然後表示說他已經在這個 人口 這個戶籍上面就是一定要消失啊 所以 他竟然不是有醫師判定的話啊 那 他到底真的死了嘛 尤其是 當這個死刑犯 他是要 器官捐贈 而且是做腦部射擊的話 那他 真的已經腦死了嘛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 那個 因為我們為了因應這個 器官捐贈 方面 所以我們把所謂的死亡定義拉大 然後拉大到腦死 然後也是算 死亡的一種 所以 這個死刑犯他到底 有死嗎 這就是我們這個 在這個case裡面就是 蠻重要的一個 醫學倫理方面的 這個思考 所以啊 下面的這一點就是因為 死刑犯 他 真的沒有 辦法去執行這個腦死判定 因為實在是相當的困難 因為 死刑犯他 這個 這個 一方面就是 死刑犯在 執行槍決之後 他到底真的有沒有死亡 然後是 這個 檢察官來認定 之外 因為他20分鐘之後 馬上 就被 這個器官就被摘除掉 那他到底是死在這個 刑場 刑場的槍決 還是說 他是死在是這個 移植器官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 實在 很沒有辦法去決定 所以呢 呃 就是 查到一個資料就是 有個醫師他就鼓吹說 死刑犯應該要恢復到過去就是 槍擊心臟的方式啦 因為 大家都知道這個 心臟 心臟死的話就是 在死亡定義上叫做完全死亡 是 就是最快死亡 就是離真正死亡的時間就是算最 最短 所以 經過槍擊心臟之後呢 那我們這個 藥的捐贈器官方面呢 就 比較侷限了啦 不過 最後 大家有看到就是 腎臟的話應該 還是可以用 但是 體內的很多其他器官都 都沒有用 那 這張呢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 就是 需要這個配偶或是三等級以內的血清 這個血清者啊 然後 在書面同意一次 這個是 為了防止就是所謂的 這個 監獄啊 跟這個醫院 在這個控制受刑人 啊為什麼會 提這一點 就是說 因為查到說 在大陸方面啦 因為很多 很多這個監獄的 裡面的這個 監獄然後跟這個醫院方面 就是互相合作 所以 變成說 受刑人都 都是 被 這個控制的情況之下 然後來做這個 這個捐贈啦 事實上是有點被迫的 因為大陸一年有 近來有5000位 這個受刑人在做這個 器官捐贈 所以 實在是很受到這個 國際這個人權 人事的這個懷疑 下一張 那 在執行器官的 摘取手術當中啊 正常來講的話啊 是需要正式麻醉 那死刑犯他 經過槍決之後啊 他已經 真正死亡 那 那我們這裡就要 想要跟同學 問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 死刑犯他在 器官摘除的時候啊 是不是也需要正式的麻醉 然後大家來 思考一下這方面 這樣子 好 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檢察官認定 爾維醫師判定 事實上 因為還有法醫啦 所以有法醫在認定他死亡 那個死亡 是法醫開的 不是 不是檢察官開的 只是說他不是像 我們一般來講 神經外科醫師 我媽這個專科醫師 按照腦死判定的程序 去把你判定 看到這個樣子都死掉了 把你牽死 神經外科醫師 神經外科醫師 那今天就是我來跟大家講一下那個活體器官捐證標準的探討 還有他跟醫學倫理的相關性 下一張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之前 大家就是有討論過就是 以前我們是以三等親為那個活體器官捐證的標準 然後 目前是 開放到五等親 就是為了要因為我們器官捐證的一些就是 希望他的來源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把它擴張這個範圍的限制 然後 就是在這地方還要討論就是 以後要不要繼續放寬 因為我們現在器官捐證的情形還是不普及 然後為了要 多增加這個來源 我們是不是要連 像連擴大更大 不管就是七等親 或者是什麼 朋友也把朋友也拉進來 然後我們這組就 就這邊的那個儀修來進行討論 然後第一個 我們這邊 第一點我們就講過嘛 就為了增加來源的話 所以我們把那個限制把它放寬到五等親 然後我們這組進行討論到的結果是覺得說 其實你如果再繼續放寬下去的話 有可能會有 有危險就是 因為雖然你的 原意你的原意是好的 就是說你要讓器官捐證的來源會變多 但是 在法律上你如果訂定了這個標準的話 反而會怕說 你的利益是好的 但是如果讓其他人 利用這個去鑽他的法律漏洞 就是變成說 反正器官捐證 連朋友也可以 然後 我們就把它利用這個 來進行一些 像 我們就要到比較 貧窮的那個 地方去 跟他們買器官 啊 啊不然就是器官這種就變成一種商業化的新聞 等下又有什麼 壟斷 黑道壟斷 就變成器官買賣跟 搶奪器官的問題啊 這有可能在我們一開始 第一是 完全不會 想到這方面 但是這有可能就會 依照滑坡效應 這樣一直發生下去 然後到 到你無法控制的地步啊 那而且 我們會覺得說 你如果定義連朋友都能捐的話 朋友這定義實在是非常空泛 到底什麼樣才是朋友 然後 你變成這個名詞的話 你就會變成法律上的漏洞啊 就是 你 變成你什麼人都可以捐 啊什麼人都可以捐的 你表面上是說你們是朋友 但底下是有沒有些 金錢上的來往啊 或者是 什麼 一些那個壓力上的脅迫啊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們 現在我們這一組的 決議就是說 我們覺得維持目前 五等親的那個限定 其實是 利根幣的一個 目前的平衡啊 就是 五等親其實比三等親就還多了一些範圍 因為 其實三等親的 是 蠻狹隘的 然後 五等親至少會多了 就是 在外面的範圍再多一些人 然後 但是你如果在 五等親之外 再多加 別人進來的話 有可能就無法維持 我們現在這種平衡狀態 就是 開始就有一些 那個 有可能就是社會上有些問題會出現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目前就是 以五等親這個限定 先在 這個地方 達成平衡 然後我們 其實 其實 器官捐贈 器官捐贈 我們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沒有錯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其實還有其他方面 我們可以努力啊 像 還是有人在研究 像什麼 其他動物器官的研究啊 像 我們之前 之前 課也有教到啊 像 不是現在 心臟半膜 就會利用什麼 豬心半膜 現在一直在改良啊 就還有一些 不然就是一些機械半膜啊 其實這也都是可以 我們齊頭並盡的 而不是說我們 器官捐贈這邊 你就只能把思考 非常狹隘 再說 我們只能用人的東西來捐贈 人的問題 這麼多的情況下 何不讓 這邊的問題 先 在這邊達成平衡 然後我們 積極的朝其他方向去努力 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會對我們目前的狀況會比較好 然後下一張 然後 你如果就是進行移植手術就是 現在我們有受鎮 受鎮人跟捐贈人的情況下 我們進行這個手術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他跟我們之前學的醫學倫理有什麼相關性啊 然後 第一點就是 捐贈人跟受鎮人都必須要自主原則來決定是不是要實行手術 就是 你捐的人 你要決定要不要捐 然後你受鎮的人就是器官的接受者 你也可以決定說你要不要動這個器官移植手術 然後如果在他們都以自主原則決定這種情況下 然後我們醫生 我們醫生的前提就是 就算他們以自主原則決定好了 他們必須要符合規定 就是你必須要是五等親以內 你不能說兩個朋友好 我決定我要捐 然後另外一個決定我要接受 然後我們符合自主原則就可以跑來 器官捐贈 這樣不行 我們還是要符合一些 規定 還有就是像 一些有可能 我們要配對 進行他們HLA配對 要證明他們 有一定的相同性 然後我們 符合這些前提下 我們才進行監診 然後在這些前提都 都已經那個成立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會 我們會去評估說 如果我們進行這個手術 對這個受鎮者而言 我們摘除像他一個腎臟 他並不會影響他 並不會太影響他日常的那個平常的生理功能的話 那我們醫療團隊就應該秉持我們之前學的行善的原則 就是我們對這個 受鎮者 從那個捐贈者那邊拿一個器官來 移植到他身上 對他以後是有幫助 就是 我們盡量去 做對病患有 好的事情 然後所以我們應該予以釋行這個器官移植手術 然後在手術過程中我們 一定要秉持一個就是不傷害原則就是 我們會盡量去避免說 因為我們之間有可能開刀的時候有可能還會有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但是 我們就要把持這個原則 我們 並不會就是說 在這方面還 施加 受鎮者 或者是捐贈者 一些他們非器官移植上面的 不當醫療傷害 然後所以 這邊大概就是我們 這個移植手術過程中跟 醫學倫理 我們之前學的醫學倫理 的一些相關的地方 然後我報告就是這樣子 這次 我想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個案 我想那個 賴院長也是要求我們今天 那就是 陳主任 賴院長有先提出來了 然後陳主任跟我再把他 然後當然是我們的 Tutor's Guide 你們沒有 手上沒有 不過我覺得我們Tutor's Guide 也寫得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今天 就是說這幾次 你們這一組在上這個課的話 大概是 我們在成大醫學 醫學院來 十年來 就是說在上醫學倫理 大概比較進入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一個 開始 因為以前 我覺得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說 當然用不同方式 你們的學長 我們也是用不同方式 在討論這個東西 不過就是當然 也有時候變成半年那個 就是像演 舞台劇一樣 在那邊討論這個 不過我覺得 像你們這樣在做很多事情的看法 我覺得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想這個當然是 賴院長在整理這個 醫學倫理的那個 我是覺得 就是 當然是一個新的一個開始 那希望各位同學就將來在 考慮事情的時候 對很多我們 日常碰到的事情都能夠回到我們在 在醫學倫理裡面的一開始的 上課那些觀念 去思考那樣 那不過就是要拜託你們一件事 那個同學 就是這幾堂課 每個人都有準備一些 那個才能 那那個 誰 他真寧都有你們的資料嗎 你都有email給他們嗎 對不對 所以 你都有全部他們的資訓那邊都有嗎 那你的email已經套給我好了 就是現成的 好謝謝 其實我是覺得說 這個課我們希望能上成功 有很多 要拜託很多人配合的地方 那國章這邊 李醫師他把他自己 去花了很多時間 編印的這本書 送給大家 那裡面有一些就是很實質上的 你可以找到的參考資料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step 那 我想說有關於這個 器官移植的部分 趁現在 李醫師還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那個 我們時間真的也不多啦 是不是 各位同學有沒有 你這樣經過討論以後 雖然 即使group的意見是這樣 你有不同的看法 或是你有一些其他心理裡面的疑問 是不是還可以再問一下 我們李醫師 或是我們其他現在有人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大家有沒有受推 雖然好像大家有這樣一個 覺得說 吳等親是一個可以compromise的 那還有剛剛有兩位同學 包括冰雪 跟瑞文提到這些東西的話 那是不是你個人有一些看法 覺得說 就是直接的 God feeling 就覺得這個不對 這個在論理上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issue 在各位同學之間 你自己的心目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考量存在 我這樣請問一下 羅湘醫師 就是像我們這次的case的話 它是 別人說他們是一個 三等親裡面的一個 就是 親戚 然後他們之間 如果說今天當醫師知道 他們私下有金錢上面來往的話 那 醫師你還會就是幫我們做 這樣的一個活體捐證的事嗎 對啊其實 就是說 說實在 假如說 你 你這樣 就這樣問的話 當然就說有一些 就變成 你檯面上在看 跟檯面下在看的事情 那事實上在臨床操作的時候 各位 將來就會慢慢長大 就會知道 的確有說這個 就是說 其實是三等親 或五等親之間的遺址的話 通常只有父親給小孩子 或小孩子給 父母親給小孩子 你可以知道大概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小孩子給父母親 應該大部分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 可能就中間就開始 就是 就是 因為就是說 因為 小孩子 可能好幾個小孩子 到底誰要給父母親 有時候就會互相 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比較的情況 那自己兄弟姐妹的話 說實在的 我常常在講過 假如是 那個姐姐給 弟弟 或姐姐給妹妹 大概多問題都比較小 你知道 可是假如是 哥哥給弟弟 或弟弟給哥哥的話 這個中間就又欠了阿瑟 嫂嫂 或弟媳婦的那個 太夫 你知道 所以這中間就很多 很微妙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 的確 我看了很多 也都是 常常都有某一些 金錢上的 一個問題 那像那個 內院長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李淑娟 是聯合報的 民生報的一個記者 那事實上 因為剛好這兩天 老師有寫了一篇文章 到民生報去 那他看了我的文章 他就 就覺得很感動 他就回信給我的時候 那他就同時就告訴我說 他妹妹 本來就是 一個患性的病人 可是他從來看他妹妹 洗腎 患腎 然後產生慢性排斥 要重新回去洗腎 那到最後他妹妹又要出家 你知道 那他有心裡面的那種煎熬 他事實上就覺得 很難過很難過 所以說事實上這個 很多 這個 遺址的狀況 事實上很多 你要脫離那個苦海 其實很多東西 都會 產生很多狀況 不過就變成說 我們一直很掙扎 所以變成說 像最近 在那個 那個誰 就是我們的 器官移植的部分的 作為流程裡面 現在又變成說 今天一個人假如捐贈的話 他可以指定給 什麼人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當時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大家變成說 因為那種老師也不在場 不過說 他們在台北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我剛好前家沒去 不過就說 這樣也是很順 可是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就出來了 今天假如說 今天 譬如說 我的親人 在這邊 在這邊車禍 要走的時候 那我當然也認識一些人 或是人家會跟我說 哪一個人在洗腎 你知道嗎 那我就指定說 要給哪一個人 那現在的話 理論上就變成說 現在政府這樣規定說 可以 他可以指定給誰 因為為了推動器官捐贈 可是這中間就一定是必然的 你只要指定的話 就一定會有限制到這買賣的問題 你知道 所以說其實這個活體之間 也是一樣 老師看到很多都是 事實上 就是說你董事會覺得 不好意思嘛 對不對 你說今天人家 其實兄弟的話 你給的話 你會覺得說 還是給他一點補償 不過補償其實小事 短暫的是沒關係 不過遺址 為什麼我們常常非常重視 就是說 因為遺址以後的病人的追蹤 是長期的 你知道 捐的人一般來講 不會有問題 可是接受的人 你要長久在追蹤的時候 他一直擁有你的那個器官的話 那變成這中間就是一種虧欠 所以老師上次也跟你們講過 有一個弟弟給姐姐 一個腎臟 然後姐姐身體好好的 弟弟都到姐夫家的工廠去上班 就整天都不上班了 就整天都去伸手要錢 阿哥問題是 姐姐就很難過 對姐夫很不好交代 直到有一天 這個姐姐的腎臟 產生慢性排斥的時候 那這個弟弟還變成沒有什麼 可以去 要脅 然後 姊姊也就 也至少也覺得說平靜了 那姊姊洗一陣子以後 再接受第二支的 Cardabra transplantation 那結果就很好 可是這個腎臟就已經不是 弟弟的腎臟了 所以就是說 這中間就 就中間就沒有什麼好 在那裡有一點像勒索那樣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活體 事實上是很麻煩的 所以像這個 剛剛你們提到的五等星的事情 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 在台灣在推動這個移植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情況 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 任何一個歷史的進步都是每個人每一個階段都慢慢努力 問題就是說 你假如說做事都比較照規矩的時候 可能一直會不斷地進步 可是假如中間你有一個錯誤的決策的時候 到最後你後面就一直在那邊修補 就很麻煩的 所以像說你說 打死刑犯 槍斃 打腦袋 這個打腦袋 因為就是大部分的病人都不會腦死 你知道 所以後面的話 你就做腦死判定的那個程序 你看 都不符合 一些條例都不符合 那就變成 在那邊怎麼 就只要不需要經過腦死判定 那問題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 你有一些 你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是那麼專業 都了解那麼清楚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 大家對很多同學來講 一聽就覺得說這個很不人道 很怎麼樣 或對社會大眾人士來講 一定很負面的反應 對不對 可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們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把它想遠一點 那結果就搞了 整個台灣的一個問題就出來了 那至於五等親也是一樣 五等親就是因為 有時候有人 他就是 他要做的 他是需要更多的利民党 利民党他要的時候 他就想要 怎麼去得到更多來源的時候 五等親 三等親 有時候差異不會很大 事實上就是你會發現說 只要三等親找不到的話 你要去找到五等親 我看誰誰 差不了多少 你看看這個圖表就知道 這個阿公阿嬤他們有的沒有的 你比一比的話 不是太老了 就是太年輕了 所以重要的還是要找 Catabra 可是你Catabra 世界上各國已經做得很多了 那好像 做不會比人家更好 對不對 因為你一定要說 你的Case有一些比較特異的 像現在SARS 在這個台灣 中國 還有香港 大概就是人家 Paper都一下都在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 要不然以前有那麼容易 不可能 要不然我們集中很多這種Case 所以就是這種 利品的 肝臟的移植就這樣 人家就是一直想要 創造那種Case 就是 你一直朝外面去弄 可是問題是說 器官離職的捐贈 也不可能就有限制說 肝臟是活體肝 沒有朋友可以捐 腎臟就不必 對不對 那你各位也知道 因為肝臟的切除的話 一定有一些Risk 比較大一點 可是Catabra 你就比較沒有那麼風險 那麼大 到最後就變成 路上每個人都是 肝臟一直都 腎臟一直每個人 都是我的朋友給我的 可是你怎麼定義朋友 對董事長一定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們朋友就比較少一點 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就主要是為了 怕這個香港的買賣的問題 謝謝 那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關於我們今天談 還有上個禮拜大家談的這個 這個關於這個 第二個個案的相關的 遺傳 這個遺址方面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什麼 哪些issue要請教理事 就是關於這個 當然就是有同學報告說 保護部現在就是想要跳脫 跳脫出這個 然後是判定 那 變成說 那醫生方面就佔了他自己的立場 說不而已 就是說如果你 你要起關決證 那你就一定要 執行 老死判定 而不是死亡判定 可是 他現在就是 兩邊就是 雙頭馬車 就是法務部就是 佔了他立場 然後醫生就佔了我們立場 那 我是在覺得說 如果說法務部去如果是佔了這個立場 是不是就變成一種 大陸式的變相式的一種 器官圈的方法 就是 對於死刑犯他們的器官圈真的一種變相 也就是說 他大陸剛剛也沒有執行 說那是判定怎麼樣 他只要死刑犯上面的器官 那這樣的話法務部也是 就是 有點變相 那如果像他站在這種立場的話 如果今天有一個 就是死刑犯的這個 Case 就是 過來了 那不知道醫生你會站在一種 什麼樣的立場去 要不要去接受這個 對 因為這種死刑犯的捐贈 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說 當然在台灣有這樣的進行 對不對 可是問題說 現在已經 弄了就是說 變成說 世界各國 就是說都會有一種 連前其實都會批評 對不對 那台灣也要面對這個 跟人家的溝通 所以現在台灣基本上是 台灣的醫治醫學協會是 不贊成 可是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我上次有提過 現在就只有 長根醫院 他們還有去死刑犯 就是說去 那個刑犯去取器官 其他的醫院都沒有去了 像我們陳大醫院也去過一次 對不對 剛剛我女兒就說回來說 我那個醫界也是很多 很多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那一種 倫理觀 你知道 但是應付自己 內部就應付不完 還要去治療病人 那當然 我們就覺得我們就沒有去做這種事情 那問題說 台灣就麻煩 就是說 大家都不去哪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長根醫院拿回來的那個 歐梗的話呢 問你要不要 你又說要 你知道 所以台大醫院要一個 農總要一個 政經醫院要一個 那每個人都又再昏難 所以變成說大家的那個立場都沒有很那個 不過就是說 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死刑犯 我們不去 問題是說你剛剛提到法務部跟那個 因為事實上 這個 法案在設定的時候是 衛生署會去 會去規劃什麼 然後才送到立法院去 請 立法也要讓總統頒布 對不對 那這中間就是因為法務部 他 一定會參與 就是說我們在 在設這個 在規劃這個法令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是說現在法務部他就被人說是他的這個修訂條例事實上被動的去應付這個事情 因為就是說 假如是按照法務部本來的條例就是你要經過兩次腦死判定的時候 那的確每個人都沒有做到 每個人都沒有做兩死判斷 所以他被人知道是寒虎待過 你知道 寒虎待過他也是希望說 拜託人都賣客這些 死刑犯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 這中間就牽涉到 那個 我是覺得說公苗 就牽涉到 那個雅東業朱樹勳教授 他當時去 極力推動這個 死刑犯器官捐贈 問題是說他現在也還 還是有那個 就是還蠻有人 就是說 當然因為他做這個事情 他也不是為了他自己 也是為了病人 對不對 所以他還是 基本上 他們去推動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就是說 也是蠻有理念的 他想做這種事情 可是問題想做出來 也沒有什麼對或不對 對 所有問題就是 大家都他的學生 大家也不敢去說 你那樣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即使現在在 在檯面上在開會的時候 我想有沒有人跟他說 死刑犯器官捐贈不要 你知不知道 因為他還是認為他做的是對的 這個也沒有什麼對或不對 你懂嗎 只是說這個就是說 有一些步驟的話 假如說我剛剛 各位也有提到 假如說你槍斃的話 就把他讓他 真正死掉的話 那我想 這個問題就都很小了 這個死刑犯捐贈 他也是 也是有親人幫他簽名 對不對 什麼都有 那就問題就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問題就是 不只是說因為他這個大的荒子 打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跟這個死刑犯這兩個事情 就卡在一起 是這樣 而且問題是 朱教授也不是說沒有名的人 所以華務部的人 他在做這個東西 也不是說 因為他本來就被動在配合 我們在推動器官捐贈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寫那麼清楚 他講說要求那麼嚴格的時候 那我想很多 很多時候這些器官捐贈 大概問題就 就會變成說不會有問題 因為 要捐贈就很難 這樣 還有就是 因為美國那邊 就是 我看了就是 那邊有教授在討論這些政府 美國那邊是禁止 死刑犯捐贈器官 那也禁止 參與就是非法性 就是 非法性人道 或者非人道性的 器官捐贈的 植制者 進入美國境內 所以變成說美國他是從 從頭到尾就是 不贊成這個 死刑犯人跟 血管捐贈 那 像我們 現在就是 去推動他的時候 就是會考 就是最主要是考量到說 病人 病人的 就是一個 健康狀況 我們要 幫助病人 那也要尊重到 死刑犯人跟捐贈的意願 所以說 當 死刑犯願意捐贈自主權 說我要捐贈器官的時候 那 變成說 我們有沒有這個 就是覺得說 我們有沒有跟這個限制他說 不可以捐 或是說 你可以就是 因為 我們現在有的意願是 不會去 cover 就是 去刑場去拿這個器官回來 對啊 那變成說 是不是就是 會 干涉到 病患的 實刑犯的一個 自主權 嗯 就是 他有意願 可是我不 讓他去做 嗯 那現在是如果說回歸到打心臟 那只能夠 捐贈到演講嗎 那對於 真的需要 他有腎臟還有肝臟可以 腎臟還有肝臟 對 剛才有提到心臟 心臟最主要是沒有辦法 對 那現在就是想說回歸到 打心臟的問題 那如果說真的現在 法令推出來如果 修改到 就是打心臟 那 修心臟不可以用的話 嗯 那 這樣的話在 在我們意見裡面 不會就是 也就是 可以 比較好去推動 對啦 就是說 應該是理論上就變成 就是說剛剛像說 龍總的那種 什麼打了一槍沒有時間 送回去再補一槍 那個就等於說 負面的一些 一些報導 就 不見了 就大家就會比較覺得說 你們的確是 是這樣 不過就變成說這個又是 簽了兩部分 一個就是說 你假如說 這個病人的自主權 他願意 你同意他 他捐贈 你尊重他 是好 那另外 一定還是有一些 就是 反對有死刑患的 的那個 設計的 那因為說 這死刑患本來就說 他沒有 沒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自主的權利 你又 又讓他簽 同意出那都是騙人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這本來就說 這個事情 其實主要是說 我想是這樣 你這種要做一個事情的話 假如說你會 很多人會知道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溝通嘛 對不對 問題是要溝通 一定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 讓人家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幫你 批評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一點 像說你假如說 中國大道做了很多 死刑患對不對 那你假如說問他說 你們有沒有死刑患的器官捐證 你假如問江振民 江振民一定跟你說沒有 你怕氣他還是跟你說沒有 對不對 可能就是說沒有就是沒有 他們的口徑是一致的啦 你知不知道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 可能問題就是 你發現我們那麼多人 都去那邊坐移 他們去那邊得到器官 一定是 從死刑患那邊嘛 你知道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要 只有從他們內部 你才會得到一些 消息嘛 所以像你看SARS 不是說 本來他們也都說沒有 沒有沒有 對不對 直到最後就有人講 他們去查的時候 才會說 有有有那樣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只是說 的確是因為 跟原來最根本的 那個想法 你贊成不贊成 死刑患器官捐證 那就變成說 你假如是覺得說 考慮到說 這些 有很多 有很多洗腎的病人 很可憐 有很多 末期器官衰竭的病人 很可憐的時候 你也許就會心 你會覺得說 這個也是好啦 這個沒有關係 對不對 可是假如你覺得說 不然 就是說這個 這不然 好像這些人 跟我也沒有關係 還是說本來生病 就應該要死的 對不對 還為什麼一定要叫別人 去器官捐證 假如一想下去的時候 問題就沒有得談了 這個 剛剛 剛剛李醫師有在提到 有兩件事情 其實也希望跟各位同學分享的 我們早上 老師有先做一個簡單的座談 就是跟大家 上課一些經驗的分享 那裡面在提到說 評估方面的話 那 裡面的老師他提了一個很 我們都覺得他提了一個很好 就是說在目前的 當今的社會裡面的話 關於這個 Punishment 就是處罰這個事情的話 從來大家沒有很認真去考慮了 就是當做錯一件事情的話 比如說法律上 當然另外一個 在一個 法律可以 不敢於 或是民事方面的事情的話 當一個事情發生之後的話 現在Punish這個事情 很少被 具體的落實過 所以這個事情的話 會讓我們覺得說 在整個 這個 變成社會上 也說變成社會不明這樣子 好 那 譬如說 那的確在 媒體要負一點責任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媒體在SARS風暴裡面 他拍出這些 護理人員講說我們要抗議什麼東西的話 那後面的資源的supply的確是不夠 這是事實 但是他們 一直在講說他們要出來 當初也沒有考慮到說當做一個醫護人員應該有了這些 原來的職責 這個也是事實 但他們都會 強調說因為你們沒有足夠的東西 那但是 如果這些人沒有做錯 做錯事情的確是做錯了 那整個我們 你看看社會在對這個評斷上面的話 我們多半變成說 清理法這個情字會卡不掉一部分 這個是 我們要落實一個法治國家的話 其實是一個比較 傷腦筋的地方 那你看對面 大陸他們可以 我們你可以從WHO開會的時候 他們的 這個副總理或是 代衛生部長 可以在 在WHO一個國際的公然說謊 那他可以公然說謊 那站在老中的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你看老中可以在國際上公然說謊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國家對法治的觀念一直沒有很好的建立 那這個是我們將來可能要繼續努力的地方 那同樣我們要勉勵各位就是說 有時候在 一界有一個好的傳統 但是也是一個 比較傷腦筋的地方 我們一直強調 所以老師覺得不恰當的地方 所以老師覺得不恰當的地方 我們覺得 不好當面跟他指證 這個其實是 我們希望在各位這個部分 可以慢慢能夠把這個觀念破除掉 不對的地方就是不對 因為不能說因為他老師講的就對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談的這個issue的話 大家可能在5年10年 因為我們跟大家在談倫理的話 就是當客觀環境有改變的時候 這個倫理的思考是必須要有所改變的 那譬如說你AIDS的診斷如果到某一個程度以後 是不是必須要強迫每一個有suspect 都必須要 做一個AIDS的這個test 在某一個狀況下他是合乎倫理的 假設我這個診斷很精確 沒有force positive 很少force negative 而且我們一個很好治療方式的話 說不定到時候國教會 變成把它變成一個法律 任何有suspect 你都必須做這個AIDS的診斷 但在目前我們知道沒有這個條件 那這樣做就是在倫理上 就是不是那麼 適合的地方 那我們只是跟各位談到 第一個 談一句話就是 無愛無私 無根愛真理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談這個倫理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是無等級的一個合宜性的話 這個可能也會隨著時代環境的改變 會有所不同 但現在如果各位同學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 比較合適的 那我們就 相信各位同學也可以 可以comfortable That's fine 那剛剛提到一個很好玩的 就是 我剛剛看到是 是 秉爵還是 微邦提到說 這個死刑官到底需要不需要麻醉 這個事情 就是說 假設已經 假設他已經是死亡的東西 死亡的人的話 那在器官上 理論上是不需要麻醉 從死刑官拿器官的時候 就是已經他槍 那個執行死刑之後 在哪一般是沒有麻醉 那個博士我們知道 對啦 不過我們還是 還是 就是說至少 因為他會動嘛 OK 對不對 就是因為沒有 腦死他還會有一些reflex會動 所以我們還會想他打一些那個 那個誰 就是說那個 那個 就是 muscle reaction 讓他就變成 真的就是不動那樣 你哪裡有看到一個人 你刀子劃 他還會痛痛 會pain 還在那邊咬呢 我想那個 每個人就是 真正你一般開刀來講 也不會動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還是會給他一點麻醉 麻醉 所以 不過我們給這個麻醉 基本上是讓他不要動 對 並不是因為他像我們 活的人一樣的那種想法去做 所以我們也不會請一個 正式的麻醉科醫師 按照他的tidal volume 去調他的動作 也不會這樣 就是給他氧氣 對 可是你知道一般braindex的人 你知道他就真的都沒有 不會動了 你只是給他 吸氣 給他氧氣 你劃到他不會在那邊動 可是像這種死刑患的話 他就一定是 還會有一些reflex 所以你一定要等下 muscle reduction 你才不會那麼可怕 當然 就是說在另外一個考量上 這個已經是比較遠的地方 不過只是提出來跟各位同學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們是曾經有一次 我們 醫院的禁師社裡面到 那個火光山去 跟他談到說 佛教徒有提到說 這個人去世以後要住年8小時 那這樣如果給他做遺址的話 到底 他會不會有不舒服 或因為這樣引起他 下一輩子會墮落到惡道裡面去 這樣子 那在這裡面的話 的確在佛教目前裡面是 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但是火光山的事物 他比較open-minded 他說 如果說 從佛教的觀點來說 你花了一個大願的話 這個願力足夠的話 是可以cover掉這些東西 就是你因為這個大願 所以你在接受 這個 遺址手術的時候 你不會因為這樣子 引起疼痛 而引起心裡的 稱恨 或不舒服 所以讓你 墮入惡道裡面 從 那個 那時候是容舒服跟我們談的話 他是這樣一個主張 就是說 覺得說如果你 花的願力有夠的話 那你在做這個 理論上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有另外一些 佛教的 高僧大德 他們另外一個主張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們都不曉得了 那你如果願意這樣的話 那你就平常要好好去修行 你要練習你的定力 練習你的禪坐 你要好好去修行 那不然的話 你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這是跟各位報告 所以 佛教團體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寧可 不要談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有時候 在實際上是很 很傷腦筋的一個事情這樣子 那 再話說回來 就是說所以 從佛教的觀點來說 如果這一個 人雖然死掉了 但是在巴士裡面的 裡面的這個 聽覺 還有他的某一部分的感覺 其實是 沒有說因為人死掉 馬上就不見了 所以在這個角度上來說的話 所以如果是他是 願意做遺址的話 那 給一點麻醉 從宗教的觀點來說 是會有幫忙的啦 就是避免讓他不要這個 不舒服 因為疼痛而 感覺生氣了 從佛教的觀點 是可以有這樣的思考 但這個已經 跳脫倫理學的角度 而從 加入一些宗教學的幻籌來考慮了 是可以這樣的考慮 那我還是希望各位在 回去看看 剛剛 群想也提到說 就是說在美國他們是 against 把死刑換那個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 一些利潤基礎 這個各位也可以再稍微 思考一下 那各個國家國情不同 我們不是說 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跟著 別的國家走 但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也要就是說在 理論上 就像剛開始的時候 在 趙老師跟大家談第一堂課說 目的論跟義務論的 這個考量上 我們站在一個 哲學思考的 background來說是 怎麼樣去思考 我們做自己 一個比較合理的 醫學的判斷 這個倒是可以 讓各位可以再 思考一下 就是說 那我的了解是 人權的組織的確 如果他們是很against的 死刑的 執行的話 那大部分 大絕大部分都會against的 從死刑犯在一起去關 這是一個 霍羅來的一個架構這樣子 的 先進來 感谢观看